HELLO 大家好,我是JN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玩我们的温暖圣诞221 那在上一集我说到 因为我在王宫从冰雪人的手中拿到那个水晶球之后 我们就打跳给Peeper 对,就是圣诞男人的就是特助 就是助理的那个概念 对,所以我们就打跳给他说 呃,我们这已经准备好了 对,就是我们听Peeper的语气好像怎么有点难过 是不是他跟圣诞男人在吵架 诶,果然诶,真的一分圣诞男人在吵架上 一来到这个圣诞旗节目圈 按着Peeper一发 你就跟圣诞男人讲那个,对 你不可以这样啊,圣诞男人 我们大家其实只是 不要让你做那个下去圣诞男人演 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呢 对,你看这个都生气了 对,是什么呀 圣诞男人就是你喜欢的水晶球 他在我们把水晶球拿来分上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的固执啊,对 提一下我们的意见嘛 不是说少数服从多数的吗 然后我们之前也在Jack的聊天中提到说 其实Jack之前有一点点就是性格很直接 就很内敛的那种是 圣诞男人通过 帮忙他对学人 才可以塑造就是Jack他那个自信的样子 然后可以敞开他的心 所以我们要帮忙援助对学人 就是让希奈还来说 乱起他对过去的一些回忆 比如说跟选女王的那个雪球 然后Jack的这个学人 对,那个 哎,圣诞男人你还记得吗 这些回忆 这些充满着非常温暖的一些回忆 你还记得吗 对,你还记得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回忆吗 这样子 希望我们可以感化圣诞男人了 可是圣诞男人好像并没有对我们的话感化了 他就是说,哦,上次我帮你们大家订了那一批沙 已经来到你们家 你们去签收一下 所以我们先回家看一下 哎,那个沙只有 八克 八格 对,他说,哎,奇怪了 对,所以我们在圈圈圣诞男人 其实,八格其实不是很多耶 对 所以我们现在圈圈圣诞男人了 趁着机会说 哎,圣诞男人 你看你都弄这么少沙 不然该说你不要办那个圣诞男 出去办我的东西 圣诞男不好吗 对吗 是吧 所以 拜托拜托圣诞男人 求求你啊 回心转意哦 那圣诞男人说 哦,既然你要我回心转意 那你总要给我很多个理由吧 所以要找一百五十六个月的油田啊 圣诞男人果然非常非常的危难人哦 是不是 不过没关系 我们在捷径努力之下 我们已经找到了 对 然后呢 我们也有这个 呃,电视直播 对,所以我们先 这个是关于圣诞委员会的 电视直播 所以我们一起来跟圣诞男人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吧 那这个影片其实是我们在做的这些一系列温暖影片 对,我们在关于圣诞委会的委员们一起做了这个影片 让圣诞男人看了 真的是一把鼻涕把眼泪了 所以我们要给他找纸巾啊 我们要找纸巾啊 我们要安慰他 说 其实你做的很好 对,只是我们希望说 比起要做下入圣诞 我们做一个温暖的东西 圣诞其实也很不错的 对吧? 圣诞男人 对,因为你说的啦 圣诞节 圣诞男人其实是 这样就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 所以我们也不能没有他 对吧 所以我们就好好地安慰他一下 所以在经过一番安慰之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已经跟圣诞男人算是和解了 是吧 对 所以 应该之后 真的就是大解决咯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就帮我按赞 对对对 问哪个圣诞系列 有兴趣 可以按赞的留言 开启小铃铛 就会传播双文字 推出个人我的Twitter跟Instagram就好 那我们之后就先见咯 拜拜 拜拜